好,这个在地特色是花莲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 为了提升农特产品的附加价值 花莲县政府辅导协助花莲县农会 研发独自花莲特色的酒品 那么之前推出成功研发的小米蜂蜜精量气泡酒 以花冬独有的小米为基底 再加上花莲特产蜂蜜作为调味 那么新品发表会也邀请了花莲在地酒产 来分享各自的产品 那么期盼将花莲在地农产品的创新突破再创价值 以花冬小米结合台湾农眼蜂蜜 使用德国酿酒工法保留发酵产生的气泡和天然风味 成功研发花莲县农会小米蜂蜜气泡酒 为推断花莲地方产业发展及增添农特产品附加价值 花莲县府协助辅导农会 日前举办新品发表 共同见证花莲独特风味的小米蜂蜜酒问世 米奇跟蜂蜜还有它出来 然后用专属的酵母 我们类似香冰的酵母去发酵 让它的气泡保留在里面 所以你喝到的气泡感 它完全是发酵出来的 这个时候来推出正式小米蜂蜂的时候 小米蜂蜜尽量气泡酒 是蜂蜂的季节畅快又清甜 那也很感谢农业处给我们花莲在地的农产品 能够应用一些经费 然后让我们的农产品走出去 然后再结合外部的职业 外部的职业也就是说 我们花莲地区可能交通条件没有那么好 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好的商品 但是我们必须结合外部的技术 然后交零以后让我们的产品再提升 然后产生附加价值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 因为我们能够走出去是最重要的 花莲这边有茶、有咖啡、小米酒 跟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透过不同农产品的结合 那可以让农产的收益更加的提高 尤其农产能不能够收成的好、卖的好 有通过市县长永远最关心的事情 那感谢县农会一直不断的努力和县政府 一起来牽手 让我们不同的一个农产品 可以跟不同的品调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初步的一起来呈现 活动也邀请包含绿莲酒庄、十岁农场、大华小米酒文物馆等 分享各自商品 花莲市农会表示 小米蜂蜜气泡酒不仅是一项产品 更是一种花莲农业特色呈现和酿酒文化的肯定 希望透过发表 激励花莲在地酒厂及名建业者 以更创新方式发展花莲农特产品 满足消费者味蕾同时 让全台民众记住花莲好味道 期盼为花莲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记得讲帮演花莲师报导 请您在继续分享